到明天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其实跟今天也都蛮类似的 到了今天晚上入夜的时间 水气开始慢慢减少 明天呢大多天气也都维持晴朗稳定 邦尼同城这一周 未来的上面的天气变化 明天到周四 其实水气都是比较少的 白天大多维持多云时晴天气 但是下午呢大气比较不稳定 所以呢要慎防午后雷震雨 尤其是在山区要特别注意 那至于周五周六 这个风场呢开始转吹的是偏东风 所以呢迎封面的北台湾东半部 反而要慎防就是零星短战阵雨发生 一样是在下午时间 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那这个是在西半部地区朋友 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们来关心这几天温度上面的变化 在北台湾呢这一周来说 天气是比较闷热一些 像在白天高温可以上看到34啊 35度左右 但是下午呢大气比较不稳定 所以呢给了一个下雨符号 下午时段呢要慎防的就是午后雷震雨 尤其是在山区会偏比较明显一些 那在中南部这几天的天气状况 来关心 中南部白天高温可以上看32到33度 一样是下午要慎防 容易会有一些短时间的强降雨 那至于到了周五周六 风场呢开始转吹的是偏东风 所以呢这个时段 北台湾东半部要特别留意 一整天呢容易会有一些飘雨现象 不过整体来说在下周 白天还是比较闷热 孙女也提醒大家外出时间 防晒补水作业多少记得做好